每一句话 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 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现代文明病之拖延症 该怎么样处理这讨人厌的拖延症呢 那么安安老师在这里 给到大家三个法宝 如果你这三个法宝 能够齐齐用上的话 那么相信呢 你就可以很有效率的 把你手头上的工作给做完 第一个法宝就是 我们要去切断我们的干扰 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大脑会习惯 先追求眼前好玩的 快乐的 有趣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事情 先挪走 比如说当我准备要开始工作的时候 安安老师自己就会刻意地 把手机的行动上网给关掉 或者甚至把身旁的WiFi 插头给拔掉 为的就是不要让我自己受到干扰 因为我知道 我的大脑也会有这个本能的趋向 去追求一些让我感觉好玩的事情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必须让自己待在一个 更能够专心的环境当中 因此主动地去减少或切断外界对你的干扰 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这样子可以帮助你 因为没有干扰 所以可以专心地只做那一件事情 当你能够把专注力放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 那样子的效率是很快的 那么第二点呢 讲的就是 我们要懂得去切分任务 然后照表操课 也就是说 当我们学会把大的任务 切成小的任务的时候 然后再把这些小的任务 很规律地放在我们 所谓的时间表当中 按表操课的话 我们出来的效率会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把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变得比较简单 把一个困难的大任务 也许我们切成了十个比较简单的小任务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任务的排斥感 就没有那么重 那么第二个是 我们能够掌握到大脑的本能 大脑本身的特质就是喜欢拖 所以我们给它越长的deadline 它就会拖越久 我们不如就给它很短的deadline 因此照表操课就有这样的好处 因为你已经把任务 切成比较小的任务了 那么第三个法宝呢 讲的就是不要追求完美 做了再说 有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会犯拖延的毛病 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可能在这件事上 并不会做到完美 或者是说 我们会觉得自己做不好 因为你已经花努力做了东西 而这个东西又不会很好的话 那我们害怕面对那个最后的失败 挫败的感觉 因此干脆拖吧 拖到最后也许就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只能做出这样的成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拖延其实是在为我们自己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完美 或者是很害怕这件事情做不好 找一个借口 让这件事情的失败可以被合理化 所以如果你自己 好好的去想一想 你为什么会拖延 在拖延的部分 有没有这样子的原因或成分存在的话 如果有 那么请你下一次又想要拖延的时候 就试着告诉自己 我没有办法骗倒别人 我只能骗倒我自己 而这一次我想要对我自己诚实 我愿意接纳我自己所有的部分 放手一搏 努力试试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